刚刚同学有来问说 这边所谈的地 业 态 到底跟虚实片有什么关系 同学我们跟这边所讲的概念跟虚实片有何关系 你觉得呢 虚实片告诉我们说 你要以 你要避对方的识 然后及对方的虚 虚实片还讲说以己之识 及对方的虚 对不对 总之就是 把情形把它调调调调调成是 我我的实面去碰对方的虚面 所以我一定可以打败他嘛 对不对 那这就很需要 事情很多的操作 操作要用什么东西 像我们第六篇是虚实片 第七篇是什么 军生篇 军生篇讲什么 以欲为主义化为例 对不对 讲迂其吐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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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什么 迂其吐 又是以利 后人发先人志 此之 迂此之计则也 对不对 所以你要绕 绕就是告诉你 对操作面 你把你的虚的那边把它绕开 然后面对对方的实面 就可以变成我的实面去碰对方的虚面 我就可以打对方的虚处 打对方然后打到虚处 这是虚实的概念 可是在操作上面 你可以靠第七篇的军生篇的概念 你也可以靠我们现在第八篇所讲的概念 第八篇的概念是什么 用力与害 知道吗 用力与害 力与害比较根本还是迂回迂直 这个概念比较根本 还是力与害比较根本的概念 因为你为什么要绕 因为绕过去我有力 对方就没理的 用力与害 一切都是根基于力与害的考虑 所以我决定要前进后退 或去迂回过去 或者是以换为力 以迂回值 所有这些操作面 都还是根基于第八篇的 力与害的考量 所以斥舍之律 必杂于力与 然后用力与 来做准备 然后再加一个三维空间 第三个空间的业 然后把这些东西都准备好了 所以我就可以准备跟敌人打仗了 所以我就不怕对方来 我不怕对方 我不仗势对方不来 我靠的是我已经准备好了 我准备什么 我用力与害跟业 三个东西准备套在敌人的身上 操作上头可以用以欲为止 以换为力是不是 然后造成对方的虚 我方的实 所以这些观念都是一体贯支的 知道吗 所以你不要读了前面 忘了后面 读了后面忘了前面 你要想办法把这些东西 把它连结起来 看它们之间到底有什么关联 像所有商场上楼的操作 对吧 商场上楼很多的操作 为什么你要延后发展新的产品 为什么 你告诉我 为什么你明明已经有了 对不对 为什么要延后 看接受度 看市场状况 还有看竞争者 对不对 竞争者状况 所以你为什么要操作操作操作 操作到某一个时间点 就是要把它发布出来 我们一般研究商场就只是看说 它做了什么事 做一些商业的报道 而如果你从厉害面去看它的话 你就会了解 它为什么要延后操作 为什么延后发表 简单来讲还是利语还在考量 而且操作的话 它为什么特别跑到欧洲去发表 不在台湾 不在亚洲发表 有些人现在特别跑到中国大陆就发表 对不对 为什么 大家都知道因为那边有市场 有什么 有什么 很多的说法 其实说出来就是利与害的考量 所以智者之利 比杂鱼利害 它是从非常抽象 非常根本的角度来探讨 怎么样去让己方的 的利能够得到最大化 然后用我方的最大化以后 变成实来集对方的虚 所以这样的观念 就可以跟前面的观念 一以贯之 整个这样连接起来 所以所有的操作都是为了达成 我有利对方没有利 然后累积起来变成我的实 碰上对方的虚 对方明明有实 对方有实 有实力的部分 如果我避开它 透过很多的操作 操作的原则是什么 就是我们这边所讲的 这边加一个基本的想法 其实人海 人海茫茫对不对 人海的特性是什么 人海像海洋 这个海洋的水性是什么 是以利害为指挥的 我们说万人海中一身长 其实这个万人海 这个海洋的特性是什么特性的 人形能软 所以它的特性是要趋极必凶 所以任何人留在这个人海里头 在人海里头求生存的时候 都要记得 其实人们都是趋极必凶的 有好处的 我往前走 有坏处的 我避开它 兵法可是如此 所以简单来讲 人世界一切的操作都是什么 趋极必凶 趋极必凶就是避开 对不对 趋向力避开派 所以我们常常来讲 水往低处流 人往高处爬 这是人的特性 人海的特性 因此才说 做人要低调 做事要高调 为什么做人要低调 因为做人低调 它可以避开凶 做事可以高调一点 因为它可以把你带上极 对不对 你能够非常了解 非常熟患 人海的特性的话 这种人叫做什么 叫做动名逝世 这种人是人情恋达 那多情乃佛心 不属其先 所以在人海当中 其实既然是这样的一个世界 这样的一个人海 所以 人与人之间 其实应该互相帮忙 可是现在的世界 好像人与人 有互相帮忙吗 这个念头 是不是 是不是还是原来那么浓吗 是不是 所以人海的特性说 创造还是利与害 这两个元素所构成的 所以才会说 虚极必凶 第三个单元 它要开始又讲 这个利与害的问题 这个利与害的问题 是久变 是基本应变的 应有的元素 那这个单元 基本来讲的话 我下个 下个几句助讲 就是领导者不可被看透 领导者 不可被利害业所驱破 不可处于非什么样不可的境地 我们看一下他的内容 他说 就很直接聊 这段文字是非常有名的文字 当将领有五种危险 第一种危险是什么 必死 如果他内心里头怀抱着要爆笑国家 一定要用自己的身躯可以为国尽忠的话 他已经准备了 随时准备要捐躯 爆笑国家这样的心的话 如果这种将领带兵的话 这种将领是很可能会被杀的 因为他所有的决策都不会顾虑到风险 他绝对不会顾虑到自己的风险 可是他自己有风险的话 代表整支部队有风险 所以他带一万个人的部队的话 所以一万个人的风险就跟着他 那这样的将领 如果他一定必死的决心的话 虽然很壮烈 非常尽忠报国 可是他后面跟着他死了 或是只有一万个人 是一万个人的军队无法保护 一 十万二十万的老百姓 所以如果将领是随时随地 可以准备必死成人的这样的决心的话 他是随时随地可以被杀的 因为他不会想要保护他自己 他要的是保卫别人 对不对 他要的是必死 那如果他一定非生还不可 那他也随时随地会被俘虑 因为他内心里头 他要的是我要生还 家中还要老小 我一定无论如何 在战场上有风险的地方我不去 所以我一定要想办法让我自己活下来 如果是这样的话 碰到一种状况 他非要做一个抉择的时候 他一定要选择投降那一部分 他一定会选择我一定要活下来 那你既然会做这种选择的话 你是很有可能 你是一定会被俘虏的 那如果这个将领是分数 就是说他的脾气不好 那分数的将领的话 就很可能会被捕入 因为如果一天到晚发脾气的人的话 那个部署看出来以后 就很容易抵挡不住 都很容易顶他 顶他的话 长官队部署顶回去的话 长官说不入了 所以必分数可捕 连结可入 为什么连结是可入的 这个长官如果非常的干净 而且以此一天到晚标榜 他是非常连结的话 我跟你讲 这世界上绝大部分的人 都活在现实的这个沙尘 这样的现实的一个世界 这个现实世界是希望能够求生求存 那有一个人说 你看看我多么爱惜我的女孩 我多么的光鲜 我是很连结的 这样一来的话 他就很容易会被旁边的人给侮辱到 因为人们打击的时候 都经常打击他很连结的地方 所以因为根据这样的五个观察点的话 那还有一个观察点 一二三四四国人 还有一个爱民和凡野 如果这个将领 他标榜他是很爱民的 爱民如此的话 那敌人要打败他的话 经常用什么方法打他 你既然很爱民 我就让你爱个够 把所有的老百姓都赶到你那里去 你为了保护这些民众的话 你就要付出很大的代表 所以这样的情况 一天到晚就很多这些民众 去围着你 或者是去凡人 爱民可凡野 所以凡子无子的将之过也 用兵之塞也 副军杀将 必以这五种为前 所以哪一次军队 会产生兵败 然后将亡 都是因为将领 抱着这五种弊的心 一个是什么 必死 必生 必定要发脾气 必定要连结 必定要爱民 根本的原因是因为你一定要 不是告诉你不能够爱民 不能够连结 不要弄错了 但问题是你早被人看穿了 你这个原则就是一定要爱民 一定要爱民的话 碰到有民众 有老百姓 跟有战略的高地的时候 结果你会抢什么 我那边有一群民众对不对 那边有一群高地 敌人要抢我也要抢 你一定会先抢 老百姓的生命比较安全 所以比较重要 你必先去保护民众 先去保护民众的话 这高地就被抢了 所以关键点在哪里呢 关键点在这个壁字 所以将军如果有所弊的话 就危险了 将军如果非要怎样不可的话 你要知道以前我们说天威难测 天威难测的原因就是因为 他不弊 所以才有风云诡诀 这种概念出来 所以人们敬畏天 一方面是尊敬上天 因为他会降雨降淡 N2是不是 打雷 你不降淡的话 大地没有肥料 所以每一次春天到的时候 不只降雨还降淡 所以整个大地都有很多的肥料 万物常常滋长 所以不只是尊敬天 而且还为天 怕天的什么 怕天的什么 对天的畏惧是为他的什么 为他的unpredictable unpredictability 就是不可测 天威难测 天威难测的话 他就绝对不自透明了 可是现在大家都很要求透明 就是说 你这决策过程一定要透明化 你觉得决策过敏 一定要透明化的目的 是要对民众有所交代 对不对 可是你只要决策过敏 过程透明化的话 你就可以为敌手 为对手所称 人家就把你看得透透彻彻 所以一个比较会有打仗 也会有比较能力的 一支军队的 他基本上呢 不可以让人们可以看透他 否则国家都危险 这支军队就危险 对不对 所以那一切为什么会被看透 为什么变成predictable 其实就因为将领的心 他已经被这个弊 他变成是一定非要什么不可 吃完饭以后一定要抽根烟不可 对吧 一定周末一定要去洗个三温卵 然后一定要去打 打一场高尔夫球 对吧 你一定要走这条路不可 如果你一定行程的规律了后 你就很容易被敌手把你掌控 这样的话你的角色就很透明化 就被人家掌控 这样这支军队就非常危险 军队危险就是国家危险 所以一切的危险啊 他说副军杀将必武为不可不察言 所以以上这五种罪过 其实都是将领的罪过 那将领的罪过在哪里呢 就在这个壁字 这种罪概念吗 那这地方同学可能会问 怎么没有人问这个问题 为什么连结可入呢 好像鼓励人们不要连结啊 这条问题在哪里啊 有谁可以说一下吗 为什么连结可入 好像告诉人们不要连结 因为你主张连结的话 你一直坚持非连结不可 注意这个概念是毕哦 毕死毕生毕一定要发脾气 碰到有所不爽 一定要把个臭脸给他看 对不对 一定要讲求连结 不是告诉你不要连结 而是 哎有没有比连结更伟大的事 更重要的事 所以两权相衡的话呢 你在那时候一定要选择 对国家更有利益的事才对 所以连结 过于主张连结的话 你会被连结这条身子 把你给绑死了 你懂的意思吗 你们同意吗 连结是不是最高的准则 是不是跟一般的观念不太一样 当将领的目的是要连结吗 请问对当将领的最根本目的 是什么 是什么 是保家卫国 如果保家卫国跟连结 个人的连结 连结是个人的名誉 跟个人的连结相比到 哪一个为亲哪一个为重 保家卫国 保家卫国必要的时候要说谎 保家卫国必要的时候要贪腐 你们可以接受吗 必要的时候 因为如果两害相权 不能不做一个举责的时候 何者为重 可是现在如果有一个将领 他是连结为最高的荣誉 一定非要连结不可的话 第一个被他看透 第二个的话 他就失去了轻重盘子 你们可以接受这种概念吗 所以现在有一个将领 如此的坚持连结 好像他当将领的目的 就是要给世人看 你看我多么连结 其他都不重要 连结最重要 所以只要办上 只要走上这样的复册的话 你就很容易被敌手 把你掌握住 他在鼓励人们不连结吗 不是吧 他在鼓励什么 他鼓励什么 不明就你的人 如果你没有读懂一点的话 没有好好去细思的话 你可能觉得 怎么孙子鼓励人们 叫你不要连结吗 鼓励人们不要爱民 因为爱民是可烦 不要来烦我 好多民众都跑到我们这个基地来 要水喝 要什么东西来观看我们的 阿帕奇直升机 爱民嘛 所以我们经常要开放 要让民众来进来 要爱民嘛 对不对 结果一开放以后呢 有没有损失啊 谁损失 是国家损失 这个损失不是 不是老百姓 怎么这样的一种权益可以比你的 所以爱民比较重要 还是国家的安危比较重要 将领个人连结比较重要 还是国家安危比较重要 是这个意思 所以不是说将领不要爱民 不要联直 这根本在哪里 就是你一定非要怎么样不可 所以将领的心思啊 如果被人家看出来的话 国家就危险了 因为将领呢 是三军的灵魂 灵魂怎么可以给人家看见呢 因为你要行人而我无行 所以将军不可以让人看见 形象的话呢 就很容易暴露内心 所以将军不可成为公众人物 会轻易曝光示众 你看全台湾所有的职业当中 最不会上电视台 最不会曝光的事 是哪一种职业的 就是将领 军人不上电视 不上指导 接着他上电视的时候 他一定要把军装换掉 不轻易曝露国家的名气 不轻易曝露 我是国家的审判单位的人 我举一个例子给你们看 每年美国的总统国情之文 发表的过程当中 你经常看到 一下子民主党的人站起来拍手 坐下来以后 一下子共和党的人站起来拍手 可是有一群人 你是从来都不会看到 他们会拍手 他们会笑 他们会闹 都不会 那群人是什么 那群人是法官和三军联席将领 他们坐在全场里头 绝不拍手 绝不站起来 绝不鼓动 绝不鼓含 那群人为什么这样无动于衷呢 因为只要他们有所附和 有所倾向于哪一边的话 国家的安危 是不是就被人家看清楚了 看你主宰国家军力武器的这一群人 他们的思想 他们的意识形态 是怎么样的意识形态 这样会无形的 会曝露出他们的角色 所以将领的心 不让敌人侦察出来 将军的心不可执着 将军的心如果有所执着的话 一定就落出他的弱点出来 所以不可避死 不可避生 不可避定生气 不可避定爱惜敏捷 不可避定爱名如子 他的意思是这个样子 所以衍生出来来看 不可一定非 什么样不可 那不可一定非 什么样不可 这样的将军 是什么样的像呢 是什么样的一种 一种什么样的将军呢 这种将军是 令人难以捉摸的将领 不可有一定不变的像 所以他无固定将 所以他一下子是 可以化妆哦 如果打战的人 他可以化妆 他一下化妆成为农夫 一下化妆成为老师 一下化妆成为传教士 带领军队 带领地下游击队的话 就可以如神出鬼没一般 出入在敌我之间 就能够保家卫国 就能打 所以这个概念 都要告诉 将领的话要无固定向 因为兵无定法 所以将军的心不可执着 将军无固定向 懂这概念吗 所以这篇来讲的九变篇 为什么要应变 有各式各样的变化 其中很重要的将领的素养 就是不可以让人家琢磨 清楚 当领导者的好恶被人家知道了以后 就危险了 被谁看到 当老板的好恶被部署看到了 被对手看到了 被利益相关者看到了 是不是就会危险了 知道你喜欢这一位对不对 那你一定会奉承他这一位 奉承他这一位 就抛了很多的绳子把你绑住了 你就被对方所控制了 被部署所控制 被对手所控制 那就危险了 所以领导者的素养在心里头 将军可夺心 将军的根本的素养 是在他内心里头 他的心不可以随意动 好物 习惯 意志 心思 不可为敌所称 所以才说 拿破仁才说 在战场上 所有的一切都是灵 只有一个人 他是全部 那个人叫做降临 所以领导者的素养在 智心 在信 这个字 所以一定要从 这个智心这边开始 那这个 像以智待华 以智待乱 以晋待华 这在讲智心的概念 所以心啊 对一个领导者来讲的话 是一个重要的素 一个修为 像在我们在 第十篇 第十一篇 那么谈到 将军之事 将军之事 静以忧 正以智 这个静以忧的意思 讲到内心里头 一定要静 内心里头静的话 他才能够想问题 他才能够想出 破解之道 才能够看出虚实 你说连那个也不要执着 是不是 他这个地方所讲的是说 你的生活习惯 你的好物 那方面 你不可以一定 包括你的战法 也不可以一定 对不对 你经常都是 都是 像走向起的时候 经常都是 第一步一定先 先拉炮 然后打过去 另外一次炮他拉过来 一定打牛号炮 前三次说 你第四次他就开始想出 破解之道了 看到没 所以要想办法 让你的战法要有变化 这样才不会为别人所称 但是有一些东西是不变的道理 像道这种东西是不变的道理 那道的方法不可执着 所以能够得到一 得到这个道 令这个上下同意 令你与上同意 这个方法 是因为通过道 但是用什么方法 得到这个结果呢 没有一定的方法 所以道是根本不破的道理 那个不叫执着 因为那个东西 我们可不可以执着不要喝水 我们要不要 如果这样的话 喝水不应该执着 应该也可以喝汽水 应该喝可乐 为什么一定飞水不可 有一些东西是 不可谈判的 道就是属于这种东西 就是根本性的大方 根本性一定非要这样不可的 但是你看他那位所讲的 将军不可必以五为 你看他回来看这边 将有五为 这五为是 你的心思是一定要使的 因为你想要报效国家 所以使了捐虚的报国 是你内心里头 早已经做出这样的打算了 或者是你 家有老小 你一定要活回来 脾气不滑 你一定要发脾气 不发脾气 你就没法晚上好好睡觉 连结是一定要坚持的 不连结的话 何以为人呢 对不对 爱民的话 爱民就是一定颠覆不破的道理 像这些都是属于什么 不是属于道那种层面 不是属于颠覆不破的那种层次 它是属于什么 所以你的爱物面 你的喜好面 你的气服面 你的行动面 都是属于这种比较low level的东西 那这种东西的话 就不如有所坚持 否则很容易被人家看穿 但是根本的东西 到这种东西 是一定要坚持的 而且将领对内部的 这个部署 这一定要做一些什么事 这是有一定有所坚持的 这问题是 问得很好 所以总归这一篇所讲的意思 就是说 左边一篇基本上杂与厉害 什么应变 你要有所通晓这些应变 然后你根本处在决定于你对厉害的分析 这应变能力从这边过来的 它的应变能力就是基本功 是吧 那任何一个人在每一个行业上 我都一定要通晓自己的基本功 把这个基本功练好 才能够做好应变 OK 然后呢 你在应变的过程当中 你如果 局面对对手的时候 你事先一定要看清楚 这个嗨 利 叶 这三种层次的方式 然后用这三种层次来构组出了 你的这样的一个应变的能力出来 然后来准备出你的死和虚拟 所以如果说 用兵无事其不来事无愿以待也 无事其不可供 事无有所不可供也是 基本上是用利物派利业 然后这个观点是很特殊的观点 各位同学 这个观点呢 非常独特 你在哪个管理学的领域里头 你有谈到这个弊 我刚才就绝对看不到 在我们现在的管理学里头 讲全变 全变管理 全变管理学 谈到全变学派 这是告诉你要变 所以应变之道这没什么可谈的 可是进一步发挥到说 你身为leader来讲的话 你也必须要有所变 就不能让人家知道你的习性 像这个的话就更深了 然后讲到说呢 将军不能说有所必 否则就很容易形成一种 一种被人家透彻 看清楚的 那国家的危险 军队的危险